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SAVY 今天回來打黑箭爆 事不宜遲 先打黑箭爆 先打上級吧 打完上級再打... 打一打超上級吧 上級還沒過 我帶的陣容是... 三...不是 兩隻大姑拉獸和一隻超比多獸 注意到我的超比多獸 其實就有火礦 相信進入關卡打王的時候 都會遇到很大的障礙 因為BOSS聽說會放暗係的技能 可能會比較嚴重 不管了 它嚴重還是它嚴重 我自己不相信有那麼嚴重 大家看到了 它是會放... 它的弱點就是水 而火呢? 是抗性來的 搞什麼鬼啊老闆 不要緊啦 因為我是放電的 火系當然是火抗性 還有大地和光暗的抗性 我們事不宜遲 GOGOGO 打這關注意可以帶回電系 當然電系沒那麼好 當然水系是最好的 無屬性也是不錯的選擇 對啦 那就進入關了 OK 又遙路了 OK 那就進入關了 其實之前打過也說過了 一開始殺了一隻... 總之青機械暴龍留下... 對啦 有得留下的青機械暴龍的話 大家看到一回合那隻 其實不用理會了 對啦 先搞定這隻三彎的 對啦 大家看到是打... 火屬性攻擊 不是啦 這個是電屬性的攻擊 扣超比多 真是很爽的啦 對啦 爽皮啦 真的 傳說中的爽皮就是這意思 因為超比多獸其實... 咦? 還是不夠強勁啊 為什麼呢? 為什麼對面那麼多血呢? 就不管了 對啦 留下最左邊那隻 對啦 其實就不是說我特意想留他 但是問題是因為... 不留就不能儲藏技 對啦 剛好他的攻擊速度比較快 所以就留一留他 現在暫時可以先開技 不過會死的 對啦 死了啦 那沒辦法啦 因為儲滿技就不要浪費啦 一AP也不要浪費 就是我的宗旨 對啦 現在大家看到了 那隻死神火焰就完成了 對啦 即是他不動就殺了這隻暗火焰獸 對啦 看到了啦 剛剛放的那招是這個... 是這個效果技能 那就不用理會了 對啦 那就搞定這隻...火焰獸吧 嘩 普通攻擊OK 對啦 那他已經開完技了 就不需要太過擔憂 那相信左邊那隻... 青極蟲龍獸就會開反擊了 OK 開反擊 咦 開給自己 很好 那就用機弓打爆這隻... 火焰獸吧 地獄火焰吧 哈哈哈 好 搞定他 OK 搞定左 當然現在大家看到他有反射盾的時候 是物理反射盾 如果用攻擊 又或者是物理的技能的時候 注意啦 如果打他 你會反回自己的 這樣用魔法是可以貫穿的 建議如果沒有魔法攻擊 就用普通攻擊啦 就是這樣啦 順便可以儲藏技嘛 對不對 OK 還有的 繼續儲藏吧 當作是儲藏技吧 不是很痛的而已 反一反 也是反一半傷的 因為沒事的 沒事的 大家看到是沒事的 基本上我建議繼續這樣做 但是...就... 哎呀 被他放了技能 但不要緊的 他仍然是效果的技能 首先第一回合是技能輸出 接著就是這個... 反射盾 這隻 接著就是這個... 鎖技的 對啦 注意這件事是OK的啦 其實我現在瞄了他的話 他反不了我啦 啊! 剛才那一回合啦 對呀 說錯了 那就不要緊啦 用一隻最... 你覺得最... 沒什麼血量啦 又或者是最沒什麼作為的啦 這樣就... 打爆他 哎呀 錯了 好厲害 好波 哈哈 好啦 那沒辦法啦 鎖技的開不了啦 唯有用這隻啦 OK 搞定 重要的時候一定會miss的 真是搞笑 喂 不要這樣啦 喂 不要啊 好傷心啊 呃...復活啦 其實不復活都不行的啦 那我決定用兩招技來試試殺不殺到 對啦 好傷心殺不到的 哈哈哈哈 那跟大家說一說 呃... 現在暫時只有我這隻救激地... 不是... 神經病 超比當手是有火礦的 其餘都沒有做抗性的 對啦 我相信用普通攻擊都可以殺到的 對啦 那就殺了啦 對啦 那就不要浪費啦 那就搞定這隻... 火焰獸先啦 搞定它 哇 真的很刺激啊 玩這隻黑箭特布龍獸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打到這個... 呃... 黑鋼加呢 如果打到黑鋼加 那你一定要打黑箭寶啦 是不是 必...必定的啦 做這件事就... 嘩 下彎攻擊啊 唔 好難打 有很多血圈的 沒有水真的不行呀 如果這樣的話 不是用糧石那麼誇張啊 要用水技能 不... 不要啊... 已經感覺到很嚴重了 那沒有了 看看結果會怎樣 我真的要有水攻擊唄 大家注意唄 嘩 它來多一下就沒有了 難道要用兩隻? 那其實不用想了 我相信是兩隻了 那我決定再用多一隻大古拉獸 對了 大家注意吧 因為它不是火的技能 大家看到一打下來 基本上是吃到挺硬的 如果有暗抗性的 會比較好 對了 寫著暗黑 如果沒有暗抗性的 就會像我這樣 就要用兩隻左右了 如果沒有這個... 嘩 好像出了金碎 如果沒有這個... 究極體的朋友 就注意吧 其實如果打上級是這樣的話... 兩隻也挺可憐的 當然我覺得你有救極體的 那就真的帶一隻救極體夠了 那... 不用用石 好 畢竟這遊戲 其實已經推出了三個多月了 那就... 對啦 有一隻救極體會好很多啦 先試一下給大家看看 那上級出了什麼呢? 出了一個舊V 又出了一個木偶... 木偶我沒有啦 還有... 黑降加 黑降加OK的 打理關 那我就帶了一隻黑降加 那當然黑降加就加2了 沒辦法了 因為我現在都開始做這個覺醒了 那當然你說不加2行不行? 不加2水屬性攻擊是OK的 無屬性攻擊可能會比較吃力 但是不是一個大問題 也能過到的 對啦 因為這個關卡... 那個降臨不是有點搞笑 因為始終它是火屬性啦 楊炎是大打暗的技能啦 我估計它是暗啦 先不想太多了 好 那黑降加出場 OK 再挑戰一下 帶一隻究極體 看看情況又會怎樣 那我就覺得一定能過得到吧 哈哈哈 過不了也很糟糕啊 對了 那我就估計大家上期的黑降加打了啦 那希望大家都真的做出來了 那...有用無知地吧 立即就 好 那其實一開球呢 開技能就可以了 直接的啦 那當然我這隻黑降加 為什麼會比較實用呢 一看到一打下來 基本上死掉了 基本上啦 那因為加2的... 其實加2就是加2 但是我還欠幾個等級 而且有情記都是微星門的 那我就... 因為現在火焰獸一彎就... 中間那隻一彎就開技了 那...或者是攻擊了 那我就打4彎那隻 好 那就不開技了 因為剛才也試過... 嘩 鎖了我技? 不要啊喂 喂... 噢 都是... 那一開球其實它是全部不開技的 注意這件事 那...就... 其實打中... 其實集中火力打中間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對啦 但是我沒得選擇啦 因為已經打了 對啦 就打完它啦 對啦 那應該中間那隻就會開技了 沒錯 還要被人鎖了幾點 陰公仔的 好 那就用普通攻擊了 沒辦法了 沒辦法之下用普通攻擊 那相信它又會再... 咦?咦? 怎樣呢? 好 開給自己 因為...如果再來多一回合的時候... 那就糟糕了 對啦 因為它又再開技了 那不管啦 用普通攻擊應該過到的 希望啦 那現在就開技了 那就... 還是用普通攻擊啦 對啦 搞定的 那現在就儲技了 嘩 應該不會死吧 究極體你頂不頂得信啊 黑鋼家頂住啊 還是用普通攻擊啦 因為我還沒磨到它差不多的血呢 其實如果沒有信心殺到它呢 那就很大機會讓它反過來的技能 黑鋼家還是想忍一忍啊 好 忍一忍手 下隻開 應該死的 嘩 先讓它開 但是沒問題 鎖技而已 對了 大家記住青機械暴龍獸是... 主要的功用呢 它就是開效果的技能啦 好 來到... 來到真正的決勝關啦 好 搞定了 我也搞不定了 嘩 鎖技? 你真可惡 哈哈哈哈 這樣搞得很嚴重了 呃... 那隻主力輸出啊 還要儲滿技能 怎麼辦呢 那我就... 不再打它啦 因為基本上我覺得... 一打開技能的時候 它就即死了 那希望快點... 嘩 快點啦 不要鎖我那麼久啦 好 又電我 所以如果做了這個... 抗星是好很多的 這個大古拉獸做到電抗星 喂 不要死 不要... OH NO 嘩 嘩 真是... 爽脾 那開到技能 但其實都好像... 有一點點問啦 帶了一隻個極體 那大家其實就可以... 衡量大概怎樣... 要用多少石啦 其實我試就是... 試這東西的而已 就不是說一個... 例子的一定要這樣打 對了 希望大家知道 喂 你不要放這麼厲害的技能啦 拜賬 老闆 哇...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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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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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技有技! 搞定! 喂! 玩到很刺激啦! 好啦! 這次就拿不到稅的! 帶一隻究極體 其實也算辛苦啦! 還要是加2 那麼... 對了! 當然... 其實如果你要做黑的歐米加手 一定要打的啦! 那就... 嘗試一下... 打多一點啦! 如果真的上級都用很多稅的 我就建議打中級 對啦! 因為中級都會有掉率 但掉率就真的很低 那麼... 祝大家長長跌稅啦! 還是那一句啦! 嗯... 希望幫到大家! 多謝大家! 今天就來到這裡啦! 上級的黑戰部! 多謝! 拜拜! 我是可以追蹤我Facebook的! 多謝啦!